黑著天下的海景 各位微信賢士及各位失望善知識 我們繼續來為各位禪結 家中的灶台瓦斯爐 將近二十年 封嚴有某一所國小的校長 他兒子得到一個很奇怪的病 到處求醫 在大的醫院醫不好 有一天經過 他朋友介紹 就來請示王譚老祖 老祖告訴他 你的病醫學上沒有辦法醫 醫不好 整個身體都長長 頭部也長長 奇奇怪怪的病都來了 這位校長很虔誠地說 請問師父啊 那我該怎麼辦才會醫好兒子啊 兒子也是大學畢業了 在社會工作 結果做個病一來 沒有辦法工作了 所以老祖 開示他 說你的舊灶位 舊的瓦斯爐 舊灶 丟在家的後面空地上 任由鴨子 雞 兒 樂壽 在舊灶位上 大便 大便 因為他 趙薇是幫你 做了那麼多年 讓你全家 平安的 結果你不用了 拆了 你就把它丟 隨便丟在外面 都沒有整理 這個校長 呀是啊 奇怪 老祖怎麼知道我這個 毛病呢 若是不知道 你來找老祖幹嘛 趕快回去 把這個 照台 叔叔照台 用水把它洗乾淨 然後跟他燒個香 說對不起 好 所以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 我叫他 差一次救灶 救著灶位 有方法 第一 要選擇日子 你已經丟在外面了 就馬上要做 還沒 拆的 你要選日子 第二 用壽金一千 把它劃在 這裡 壽金劃在這裏面 五百 五百五百 燒一燒 然後再 點香 向趙君 感恩 向趙君 懺悔 說你 說你不懂 說你不懂 好 懺悔 請趙君 原諒 然後你按這麼做 這趙台 再拿去 報廢 拆除掉了 報廢了 所以這位校長 回去了 按照這麼做 經過一個多月了 把他兒子 得到名醫 漸漸的 那個病 就好起來了 各位不得不注意